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基,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巴基,避坑排雷防欺诈 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6月14号周一 今天聊三个话题 第一个关注一下目前有230多万人正在联名签署的给予定期 目前处于中低数家庭定期每个月2000美元 第四轮数分金补贴到底是什么情况 巴基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那么第二个方面关注一下 全美国25个州陆续结束他们该州的联邦方面的失业金补贴 但是目前有几个州会把这样的钱划成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说反攻补贴等等的 在额外的返给目前正在工作的相关的劳动群体 那么第三个方面关注一下 加州州长纽森即将推出的目前收入在3万到7万5千美元以内 大概全加州目前可以涵盖三分之二的加州居民 都能够拿到属于你们的纾困金600美元 另外还有孩子方面的大概是最高500美元 总计是1100 那么很多朋友们在上一次荆州刺激发现当中 还没有拿到属于你们的个人300或者是福气双方 总计是600块钱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巴基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喜欢巴基的朋友欢迎积极订阅巴基的油管欢迎视频 给巴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首先来看拜登方面最新的6万亿美元纾困刺激反 目前大家非常期待着在白宫正在草里的6万亿美元纾困刺激反当中 目前很可能会呐喊给予符合资格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每个月定期的2000美元 这项提案目前已经获得了美国相关的政府情愿网站高达234万个签名 那么按照相关的标准呢 只要能够获得300万个这样的签名呢 这样的一个一事一成就必须纳在美国国会的讨论当中 那么就会被打包进去在本次的就业基础法案 或者是美国家庭援助法案当中的任何一个法案会被呐喊进去 那么如果能够通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票 因为目前很可能美国民主党又会再次使用 目前跟当时的1.9万亿拜登签署的第三轮舒克斯基法案一样 只要是能够达到51票的多数票 那么就有可能在美国参众两院获得这样一个表决通过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在未来两三个月很可能就会有符合条件的人们 能够获得定期的两千美元 这是第一种解释 那么第二种解释呢 目前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的内部有大概一到两名参议员 他们已经是对于如此高昂的第四轮六万亿美元财政支出 感觉非常非常头疼 他们也不会支持民主党党内这种提案 他们也是会跟共和党站在一起 会投票拒绝这样一个如此高昂的花费六万亿美元纾困刺激法 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很大可能性 无论是在外部共和党人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全票反对 那么在民主党的内部目前来自一个到两个参议员 也不会投票支持这样的一个第四轮纾困刺激法 所以目前整个的情况呢 拜登很可能会进一步的缩减他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第四轮纾困刺激法 从目前的六万亿很可能会被缩减到只有四万亿左右 甚至还不足四万亿 那么很可能只会放进去一些带薪休假 或者是基础性的这样一个每小时薪水 从7.25提升至未来五年 或者是未来六年提升至每小时15美元等等 这样一些缓冲性的条款 那么直接的给予家庭或者是个人直接的第四轮纾困刺激支票 这种概率应该是非常的微乎其微 好那么以上呢是关于目前正在政府请愿网站 大家想要请愿的两千美元定期付款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目前在全美国25个州 已经陆续从6月12号开始暂停联邦的资金补助 每周额外300美元 一个月就是1000200美元 那么巴基在上一期节目已经给大家详详细细介绍了 到底是哪25个州 包括各州暂停的时间表 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那么在本期节目呢 巴基重点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目前整个在全美国到底有哪些州 还能够提供反攻补贴 那么目前大概是有8个州 那么最新的是来自密歇根州 密歇根州州长在昨天他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他表示道 目前我们该州将会暂停来自联邦的300美元 失业金继续补贴给目前正在申请失业的 无论是UI还是PUI大流行病 他们将把该计划每周额外300美元作为复工的措施激励 会把这些来自联邦的每周额外300美元作为一个复工的刺激性奖励 给予目前在密歇根州按时按约的回到工作岗位 只要他们的雇主按照相关的申报 每周申报他们到港的工作情况 他们自己在失业金后台就可以继续获得相关的认证 然后就能够继续领取你们的上班复工奖励 每周按照300美元补贴给你们 这样子的话能够极大的让这些正在领取失业金的人们 赶紧回到原来的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这些能够就职应聘的这些工作岗位 这样子的话你们也不会丧失掉这样一个来自联邦的300美元额外补贴每一周 一个月可以多赚1200美元 而且你们已经回到工作岗位 可以大大的缓解本周的整个就业荒用工荒 而且也能让整个美国就业力市场得到一个充分的盘活 让整个美国商品生产包括所有的像汽车像这个住房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供应 能够极大的缓解美国目前面临的通胀尴尬的等等局面 因为目前劳工部公布2021年5月份美国的通胀居然是高达5% 那么巴基认为大家如果上超市一趟 整个花的钱绝对比去年同期远远的超过不止5%这样一个上限 那么未来很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些州会效仿密歇根州这样的一种复工刺激性的奖励措施 那么如果更多的州响应的话能够极大的缓解 美国目前的用工荒就业荒和目前整个通货膨胀相当巨大的压力存在 那么今天第三个消息一起关注一下加州目前所推出的荆州刺激法案 当时大家在之前报完了加州的州税和目前联邦税以后 迟迟还没有拿到目前加州政府给予的这样的一个加州特别束缓金 到底为何没有拿到呢 巴基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是第一个原因 目前大家的报税是不是超过这样一个上限 目前如果是用税号RTRN是不得超过7万5千美元 那么如果是用整个的SSN属于加州居民报税是不得超过3万美元 那么如果你们目前正在领取SDI或者是来自联邦的各种福利 或者是ERTC呢都是可以能够全额获取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目前如果你们虽然目前是失业的状态 或者是你们去年报税确实是很低 你们目前是有一栋住房在进行对外出租 而且是每个月每一年都有申报相关的租金收入 只要你们有这种租金收入的话 那么不管租金收入是一年一块钱 还是一年一万或者是两万美元或者是更多 目前都不符合领取加州这样一个特别的纾困刺激金 也就是单身300付加上方最高600美元 只有目前低收入家庭或者是正在领取联邦福利的 又或者是目前领取儿童的ERTC相关的补贴等等 你们的收入都是符合相关的上限标准引力的 而且又没有租金收入的才能够符合资格领取金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在5月底的时候 加州庄纽森也推出了一项几十亿美元相关的财政拨款 给予目前符合资格的租房人群 能够把他们支付2020年整个所欠的所有的租金 包括额外的水电费 甚至是你们2021年未来这几个月的租金 很可能也能够得到相关的政府的相关补贴 把你们一次性的支付到位 那么这笔钱是直接支付给相关的房东 那么第二个方案在这样的一个刺激房当中 他也是推出了另外一项把目前这样一个收入上限 放宽至3万到7万5千美元之间 目前大概是70%到80%的加州居民 都有资格获得第二轮的加州特别纾困自己 那么最高是一个家庭可以拿到600美元 或者是个人可以拿到600美元 那么如果有孩子的话 又能够拿到特别的这样一个500美元 总共一个家庭最高可以拿到600加500 总计就是1100美元 那么这样一个纾困自己 跟之前的荆州纾困自己是类似的情况 大家如果在税百当中有存在租金收入的话 也可能是不符合领取加州本轮的这样一个纾困自己 也就是领不到相关的600 另外加上儿童相关的补贴500块钱 那么如果未来有更加多的一些细节披露 八戒会随时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细节更新 好那么以上就今天关于最新的三个方面的消息更新 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转发订阅八戒的本期视频和之前的视频 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八戒这样一个节目 可以给很多的华人带来事业金福利 那么如果有买房卖房和目前办贷款需求的小伙伴 也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八戒可以帮你们做好买房卖房和办贷款 好那么有喜欢八戒的朋友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